中国现在整个社会处于一个维稳的阶段 通常我们知道这是漠视的一个象征 因为走入这种无原则无条件的维护社会稳定 它其实就已经抛开了公义 整个社会的公平性它就不存在了 维持整个社会稳定的主要力量并不是军队 因为队内的所谓的控制它主要是由警察 来作为主体 你无论是武装警察也好 普通的这个临时警察刑事警察 甚至连小脚老大妈都已经加入了维稳的队 我们通常看到的维稳主要是面对上访的权 上访这个传统应该来说很久远 那么我们耳熟能详的应该是五十天时期 中共建政以后 他们采取了信法这个方式 作为解决基层矛盾的一个渠道 那么经过几十年下来的演变 它其实已经失去了一个功能 它的主要功能已经丧失了 现在它是一副麻醉剂 它让基层的民众在收到欺压的过程中 觉得上级领导有可能会给他们公证 所以呢 我们看到每天全国各地都有 不停地有一些新的上访的人群 去向首都集中 老的上访的群体都已经在监控名单上 想去可能也不是很 那么除了武装警察针对热点事件 热点地区 那么大多数 维稳的力量 我们通常看到的是 普通的警察 以及各级公务员 主要是由 分管信访的 以及对口管理群体事件的这么一些公务人 来组成 随着监控的升级 现在在城乡大多数地区 由电子监控摄像头组成了密集的监控网 至于监听 或者说 排查民众之间的通信 通话 视频 这都已经是耳熟能详了 我们也知道每个人手上都在使用的这些手机 哪怕就不是智能 它最起码也可以有两个可以定位的东西 一个是手机 入网的时候 它会分配一个地址码 就是硬件的代码 第二个就是你使用的这个手机卡 它也是可以定位的 那么有些人自以为聪明 打几个电话 就扔掉一张卡 其实你不换手机 监控同样存在 如果需要上访 在上访的过程中 身份证 我们知道的二代身份证 和你的护照 都有电子芯片 随时可以定位 银行卡是联网 它也具备了这个功能 甚至是有一些人 他们花高价买了一些智能的手表 能够给你爆出气压 海拔 同时大多数都有GPS定位 华威尔在这个 参加西班牙内战之后 写了一个动物中原 那么更多人提到的是 他写的1984 其实我们现在每一天都生活在监控之下 无非就是监控的力度的强弱 因为你是不是处在敏感热点之中 所以他监控的资源 会不会对你倾斜一下 你说过的话 是不是有极端的煽动性 不是很重要 现在最重要的是防止窜联 我们知道骂共军的人很多 你在内地也好 在周边地区也好 甚至在大洋彼岸 不是每个骂人的 都会被他们所监管 只有你开始了串联 他才会把监管的资源向你倾斜 如果他发现 你不仅口号很了亮 而且你很会演说 你还能感染一些人 甚至你不辞辛劳地来回串联 这种人 他是中共第一时间需要控制 我们大家都听说过一个词 叫国安 很多人误以为国安是抓特务 其实不是 国安是监控一切 对政权有影响 有可能导致热点事件 或者是给政权带来负面影响 这些个人以及群体 那么整个社会在失去公益公正 失去政权赖以依托生存的 这个土壤以后 它就完全变成了一个 保卫政权的 这么一个附属的设备 生活在现如今的中国 你可以看 可以想 尽可能少说 如果你要说 尽可能先考虑到自身的安全 这个世界呢 它不缺乏勇士 想改变这个政体 它需要全民的 不是一两个人就能推动 自从有了网络 热点事件中 通过网络聚集的人群 以及扩散的言论 就成为了重点打击的对象 那么政府呢 它也在不停地进行着约束 我们知道像新疆这一类的地区 很久以前 它就已经取消了四级的功能 即便有信息的传输 它也尽量地会让你持续 从技术上来阻断 最近几年 我们看到了一些 大型的群体性事件 往往背后都有的 这样那样的一些 群体来支撑的 你说它脱离了监管 这个可能性并不是很大 你就是这样说 也没几个人敢信 那么我们看到的像老兵 围堵军委大楼 这一类的事件 它其实背后都有一些 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 中共呢 它没有一贯的 这种权贵集团 它还是中国王朝政治中一种 一朝天主一朝成冷 这种权贵 意识形态 其实在现实生活中 并不是很重要 除非你需要当官 需要迎合政府的意志 在大多数情况下 利益是决定一切的基础 有一些人叫嚣着 抵制美国 抵制日本 抵制韩国 你不管它抵制谁 它首先 它的利益不在哪 已经获得了财富 退出了政治舞台 把子女 金博都藏在了 大洋彼岸 这帮人 它是不会抵制美国的 同样 把财宝藏在日本 也不会宣扬去 去日本 那么挑起群体性事件 通常只有两个目的 一个是转移人们的视线 第二是打击政治上的队里面 那么队内所有的武装 他们唯一的目的 是为了保持政权的稳固 甚至仅仅是保持政权的延续性 任何一个 纯正的人 有志于国内政权 不要光是去骂 你要分清楚 你面对的是什么 这个政权 他直接获益者 已经过亿了 依附于这个权力 大概有两到三亿 他们现在是全民的负担 那么作为一个政治团体 我们知道 不经过一次大扫除 他们是不会主动 退出历史舞台 所以在中国 你让他们从骑在人们头上下来 从整个社会的实力团体 吸血鬼的这个位置上 经过和平转变 来做一次和平转型 直接进入民主社会 这个可能性是没有的 随着国际压力的增大 在政权的 临近灭亡的期限内 他们可能还会显示出 更加残暴 虽然我们希望 中国能有未来 但是我们必须要清醒地认识 中共作为一个政治团体 它离开政治舞台的可能性 绝对不会是和平 这就是很重要的 那么先认识 最后一样的